4月6日下午2点 由中国驻英大使馆主办的 卫桥服务讲座 在伦敦唐人街中国站顺利举行 讲座由驻英大使馆参赞 兼总领事费明星主持 道场嘉宾汇聚了 驻英华侨华人团体代表 商界精英 名校学者等精英名流 在这次活动中 牛津大学教授 皇家工程学院院士崔战峰先生 和卢海田参赞 分别发表了讲话 我因为来英国做桥舞参赞 差不多两个月吧 我觉得这里的桥界 都特别的活跃 社团也很多 他们对中国也很关心 对这个促进中英 真的交流 做了很多的贡献 我呢是等于把我 在这个那么多年 做桥舞工作里面的一些感想 跟大家做了一些交流 但有些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些 桥舞政策 机遇呢 可能就是因为中英 现在双边关系好嘛 那那桥包 这两个关系也好的话 那桥包在促进双边中间 他就更能够发挥 他的更大的作用嘛 也变于他发生 发挥他自己的这个 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嘛 这个是一个大的这个好事 挑战就是可能我们 怎么样解决好 我们社团的规范发展 大家都按照办事 大家能够团结和谐 共同来维护我们这个 华家华人的权益 然后共同来参与 当地的这个政治社会 各方面的事务 也共同来回馈这个社会 这个是需要大家协作的 这个可能 有一定难度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 自觉我们在实战的这个 从中间做一些促进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做得更好 很有这个时效性和帮助性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 这个桥务政策 以及说国内的这个政府 为桥服务这样的一个 一个真诚的心意 参与讲座的各界华侨都表示 这次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促进桥团和领事馆 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帮助 费明星总领事表示 为桥服务讲座 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 希望各界华侨华人 能够积极参与 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领事馆愿和各界侨胞 共同进步 我想现在呢 就是像这一类的活动 我们想把它搞得开放一些 什么叫开放呢 就是大家需要什么 我们就提供什么 所以我像大家刚才已经讲了 希望大家出主意 你想听什么 你想听谁讲 你想他讲什么内容 都可以给我们讲 然后由使馆 我们去协调去 就是让所有的讲座都有针对性 更有服务效果 由于两国之间的合作 越来越担 机会越来越多 咱们在英国的这个桥社 会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 我们也特别希望 咱们这个侨领 侨胞们能够抓住这个机遇 好好地发展自己 同时也希望他们为咱们 桥社 为两国发展 友好关系 多做一些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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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